这是创意庭院中非常普通的疯狂模式玩卡 有警戒线和嘴边的僵尸 但是,厂商植物竟然能重叠 竟然还有疯狂博士模式中放不了的墓碑要水矿车瓷砖 而且地图竟然还是摇滚年代 还有下一波按钮,不会最后僵尸出来吧 不可能,绝对不可能 大家好,我朱庆,菜鸟玩家 刚刚开的请养是不是很多人为我开挂了 no no no,这只是用了一些小特性 这次视频给各位教训一下如何在疯狂博士中搭建这个场景 首先进入创意庭院模式,先创建个传送带关卡 然后这边给各位看一下 一般创建传送带默认是神秘埃及 然后点击右上角推出传送带 再创建新的疯狂博士关卡 里面随便摆放些植物,僵尸,阳光树要设定好 然后退出,返回到主界面后这边要注意 传送带左边是疯狂博士 且都是没发布状态 接下来点击之前创建的传送带 非常重要的一步,修改关卡名称 这边随便取个名字就行 点击确定之后再点击右下角的修改 点进去之后返回编辑地图那里 会发现不是神秘埃及了 而是未来世界,说明修改成功了 未来世界可以更改成其他世界 我这边修改成妖怪年代 然后新的地图上可以放药水 墓碑瓷砖矿车什么的都是可以的 我这边随便乱放下 修改完毕之后返回编辑僵尸 这边可以随便放几个僵尸 接下来也可以自己定 修改完毕之后退出 会发现刚刚明明是修改传送带 但凤凰模式却排在最前面 那我们来看一下是否成功呢 可以发现有厂外自己编辑的僵尸 厂上还有重裂植物,矿车,药水什么的 说明成功了 我个人觉得虽然卡bug了 但这种关卡其实蛮有意思的 矿车药水的加入 操作性和趣味性上升了不少 希望官方不要修复这个bug 你学费了吗 感谢观看 我是朱青 下期不见不散